2015年臺灣連出口連續衰退 十五個月 我們衰退十點九五趴 然後到2016年的一到四月 我們衰退十點七趴 好 那四月開始兩百二十二點五 你在任的時候已經到四百三十五最高 然後FDI在最低的時候 四十七點六億 那現在我相信是兩倍以上 臺灣的出口其實我這張表是我整理的 大家可以檢視一下 在二零一六年蔡總統剛剛上任以後 全年的出口是兩千七百九十一點七五 我們還衰退一點八趴 但是到了二零二零到二一到二二年 臺灣出口連續大幅成長 這個成長我們最高到四千七百九十四點四 從這個兩千零二十二年跟二零一六年對比 我們成長百分之七十四點多 那這個就告訴你臺灣在這些年當中 我們的出口成長大幅的要升 另外相對EcoFi有關兩百零五億 他占十一趴 但是臺灣半導體跟豬通信 占七十三點四趴 所以大家現在可以瞭解到 其實現在中國依賴臺灣 比臺灣依賴中國要大很多 那另外一個蔡總統在日內區 還有很大的一個是新南向 新南向我們到十月份為止 新南向的接單正式超越中國大陸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改變 我們在去年的一到十一月內 對美國的順差三百零八 對東協三百一十四點四 對中國現在降到七百二十八 這個開始改變了 那特別我跟總統報告 在馬總統的任內 其實我們上市公司一年賺 大概一點二兆到一點五兆 到您執政之後 其實那個變化非常大 尤其到二零二一年 一年賺四點二九八 二零二年賺三點九八 那今年大概去年二零二三年 大概我們前三季二點二五兆 那加起來會超過三兆以上 這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了 好我特別要講就是 在您上任的時候 臺積電一年一季賺六百四十七 紅海賺兩百七十五 那現在我們大概看到 經過這個 我們臺積電現在最高一季賺 兩千九百五十九億 他從四百多億 紅海從兩百七十億 現在變成一季賺 將近四百億 這個就企業獲利大幅上升 另外一個就是 臺積電在二零一七年 剛剛執政一年的時候 臺積電的市值一千六百九十四億 現在臺積電五千三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有很大的變化 同時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在經濟的九公國裡面 失業率最低 政府舉債現在最低 我把這幾個給大家稍微簡單 來報告一下 第一個股市在過去這段時間 從八一三億到一萬七千五百多 蔡總統上任七年半 臺股翻倍大漲 漲了一百一十八趴 第二個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在這八年的施政 其實很多數據都會講話 那社會福利的長照 這個是非常不容易 我上禮拜 也在兩個禮拜前 訪問那副總統的時候 我就特別講到 蔡總統的長照的預算 大幅拿升以後 現在所有臺灣每一個縣市 都可以想 家裡有老的人 都可以感受到那個長照 所散發出來的威力 財政的改善連續五年 我們稅入稅出都有剩餘 都超過千億 那我想在去年 大家看到我們這個稅收還有剩 然後我們還每一個人 退六千給大家 那大家可以感受到 在這幾年當中 我們有很大的改變 能源轉型 這是現在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那這個大家可以感受到 臺灣在這些年當 包括國際的力挺 那我們大概看到 臺商回流 我們過去大概講五缺 現在慢慢 大家比較沒有那麼質疑 然後要寬鬆金融治理 現在正在做 然後我們怎麼要去爭取 世界第一人人才 然後臺灣的租稅競爭力 那一例一休調整過了 那我想這個是大概 我把總統任內當中所做的 在八年當中的成就 來跟總統做一個報告 那我想也要請總統來告訴大家 在您八年當中如何改變臺灣 那這個我特別要跟總統報告 一個像你的軍工產業 你站在海坤號這個上面 潛水艇的時候 那個那個是大家會感受很震撼的 就是臺灣以前不可能有潛水艇 現在我們自己造了 臺灣中華民國副造 在全世界變得很值錢 這是難以想像 那總統很少穿軍裝 那我特別留下這張照片 就知道我們在整個臺灣發展 自己的軍工自主產業 其實有很大的成就 你看到海坤號 那這個也是大家在爭吵當中 剛才總統在講說 如果沒有過半 我們海坤號可能就這麼一艘了 那這個就在在潛艦國造當中 有非常大的難度 那我們現在終於讓這些潛艦 潛到海底裡面去了 好這個讓總統來說明一下 這種產業從來都沒有過 我們到底如何無中生有 我覺得最重要的 還是一個決心的問題 從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再生能源的這個產業 從無到有 其實軍工產業也是一樣的 以前我們在過去的發展過程中 都釋出想要有一個所謂的國防自主 讓自己來製造自己所需要的 防衛性的武器 但是常常我們又沒有一個 很強的連續性 讓我們產業有個發展的這個機會 不過這一次我們倒是真的下盡決心了 就是說讓我們的研究機構 尤其是我們的中科院 帶領了我們的產業 一起來做 所以我們現在從這個高校機 開始做所謂的永鷹號 永鷹要下二十七架了 對 我們要做到六四幾架 那後面我們還要再開始研製 我們下一個世代的戰機 所以讓他們有一個延續性 如果你讓他中斷了 然後再起來就很困難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把將來的要發展的路徑先排好 那堅定的意志讓工作的同仁大家可以全力的投入 那同樣道理 要製造依照潛艦 需要的這種系統性的設計整合的能力要很強 那更何況還有很多材料應用等等的還零組件 那這是一個整合性的工程 你必須要有人才的培育 那我們也幾乎是從屋到有 那給我們負責的同仁完全的授權 讓他們完全的去依照他們所設定的目標跟這個計畫來執行 那做總統的其實就是一個決心 一個支持給我們的同仁 讓他們全力的去做 那我也很高興就是說他們現在都做出了初步的成績 那我也希望就是未來的總統能夠繼續支持他們 讓這些我們的所謂的國防產業可以持續的發展下去 我是對台灣很有信心 因為台灣的製造技術非常的強 研發技術也很好 所以只要你的政策方向明確 我們的研發的力道就會投入進去 製造的力道也會進去 那帶動的是一連串的產業